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今天为你解读这本书叫《天才的编辑》,这是一本人物传记,为我们讲述了二十世纪美国文学时代既具有传奇色彩,又像谜一样的人物,麦克斯·珀金斯。 这个名字我们感到陌生,说实话一点也不奇怪,因为珀金斯本人一直以来刻意不想给人留下什么印象。珀金斯每年都会拒绝大大小小的各种邀请,几乎很少在人群面前发言,一方面他有点聋,另一方面他坚持作为一名图书编辑应该自我隐形的职业操守。 他觉得,编辑的公众知名度可能会影响读者对作者的信任感,也会影响作者的自信心。 但这样说起他在美国出版界的地位,业内人的评价是,麦克斯·珀金斯是完美编辑的化身,他是无法被超越的。 这是什么概念呢?我先列举这么几件事,你感受一下。 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飞夜》里第一句话是,将此书献给珀金斯。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菲茨杰拉德,在写给海明威的信里,称珀金斯为我们共同的父亲。 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在代表作《时间与河流》的献词中说,假如没有珀金斯,也就没有这本书。 可以说,是珀金斯一所挖掘并培养了二十世纪初美国文学史上,影响力最大的几位作家。 正如这本书的副标题写的是,麦克斯·珀金斯与一个文学时代。 那珀金斯作为一名编辑,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按照我们通常的想象,编辑的工作是编较书稿,主要是对书负责。 但是读完这本传记,我发现,珀金斯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是发掘天才作家的伯乐,他永远对人负责。 珀金斯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在想方设法,让作家成为一个更好,更完整的人。 这本书的作者斯格特·伯格,为了揭开珀金斯背后真实的故事,从搜集资料到最后定稿,花了足足六七年的时间,工作量之大,难以想象。 在这本书里,有很多生动的细节,而这些细节都是依靠伯格从几十万份一手资料中整理出来的,包括珀金斯编辑过的手稿,和他有关的上万封信件,访谈记录等等。 这本书将近六百亿,内容非常丰富。 1978年,美国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把这本书评为一部叹为官职的美国文化史了一作。 2016年上映了一部电影,叫《天才捕手》。 这部电影正式改编自今天的这本《天才》的编辑,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不妨去看一看。 今天我们的解读主要聚焦在珀金斯身上,接下来我会分成两个部分。 带你认识这位神秘的《天才》编辑。 第一部分呢,我们先来说说,珀金斯到底做了哪些事? 为什么说是他改变了编辑这个职业的作用? 第二部分,我们就来弄清楚,珀金斯这么做,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珀金斯1884年出生在美国纽约的一个富裕的家庭。 他是两个大家族的继承人,一方面他从小就展现了父亲这边珀金斯家族遗传的艺术气质,他喜欢读书和写作。 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是他最喜欢的一部文学作品。 另一方面,母亲爱瓦斯家族严于滤己的精神,使他相信凡事必须付出努力,一旦拥有稳定的生活也得好好珍惜。 1907年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呢,珀金斯先后换了几份工作。 因为始终放不下对文字的热爱,1910年他入职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做了四年多的广告营销经理后被调入编辑部做学徒。 那个时候,他身为编辑的大部分工作,主要局限在校对书稿,检查拼写和标点符号这些事上。 直到珀金斯遇到菲斯贾阿德、海明威、托马斯沃尔夫这些年轻作家们之后, 他发现,要想真正做出伟大的作品,前面那些编辑工作还远远不够,他需要做更多。 我们先来说说电影《天才捕手》里的作家托马斯沃尔夫。 他的才华之大在珀金斯看了,一本书或者一辈子都无法承载沃尔夫所有想表达的东西,而最大的麻烦也正在于此。 沃尔夫试图在每本书里把一个场景本身用文字原原本本地再现出来。 比如哪怕是几段不重要的人物对话,沃尔夫也能写到八万字,相当于在原书里要排两百页。 虽然写得很好,但是主次方向完全错了。 比如沃尔夫的第一部小说《天使望故乡》的书稿,在落到珀金斯手里之前,几乎遭到了全纽约出版社的退稿。 出版圈里见过书稿的人都议论纷纷,说堆在地上差不多有一米高。 实际上,完整的书稿大概有三十三万个单词,几千页,最起码得用一辆小货车才能装得下。 这么大的量,恐怕很少有人能看完,更别提愿意修改了。 但是破金斯不一样,他不仅耐心地读完了全部,而且发现,隐藏在混乱的结构和冗长的内容背后,是沃尔夫充沛的才华。 用沃尔夫的原话来说,在我的记忆里,第一次有人告诉我,我写的东西是有价值的。 这个世界上,如果只有一个人相信我能干出点名堂,这个人就是破金斯。 为了能让小说快点出版,破金斯全力帮助沃尔夫调整书稿结构和内容。 刚开始,为了把数百页小说中穿插的种种故事、人物生活都结合在一起, 破金斯还能整页整页地删除调整内容。 但是,越往后,删除修改工作就变得越来越费力。 作者沃尔夫觉得,每删掉一点,自己的心仿佛在地写。 破金斯呢,他提出修改意见,和沃尔夫自己动手改一样为难。 他珍惜沃尔夫对语言的敏感和直觉,格外慎重地推敲一字一句。 两个人在办公室一待就是一天,经过反复的争执讨论,再达成统一意见。 差不多一年后,天使望故乡终于修改完成,并正式出版。 同样,在下一部小说《时间与河流》的修改过程中, 破金斯对沃尔夫付出的时间经历,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以至于那段时间,出版界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这些小说是沃尔夫和破金斯共同的创作。 破金斯这样的修改,可以说是大大超出了一般编辑的工作职责。 但这还只是在书稿层面,你肯定想象不到,除了改稿,破金斯还要管这些作家的生活。 我们就拿菲茨·杰拉德来说,他的内心啊,一直渴望成为伟大的作家, 但生活上实在是有太多难题,他根本应付不了。 我们知道,菲茨·杰拉德最有名的小说是了不起的盖茨比, 他和书中的主人公一样,家境普通,却爱上了一个富家女。 为了满足妻子对奢侈生活的追求,菲茨·杰拉德经常带着他去全世界旅行, 住豪宅别墅,挥金如土,和欧洲贵族名流们推杯换盏, 总之啊,怎么气派,怎么高级,就怎么来。 菲茨·杰拉德的写作收入啊,在当时来看,算是非常高, 但是很快,他就花光了自己赚的钱,一边向银行贷款, 一边又向破金斯写信,要预知下一本书的稿费。 菲茨·杰拉德每次给破金斯写信, 几乎都离不开要钱和表决心这两件事。 一方面诉说自己的生活快要撑不下去了,急需用钱, 另一方面向破金斯保证,下一篇稿子非常好, 正在写,让破金斯再等等。 就这样,要钱的次数越来越多, 以至于破金斯总是需要以自己的信用做担保, 说服出版社预知更多的钱。 实在说不通的时候,破金斯就自掏腰包, 想方设法帮助菲茨·杰德解决财务危机。 菲茨·杰拉德因为欠了太多债,导致心理压力也很大, 破金斯特别关心菲茨·杰德的心理状况, 鼓励他坚持写作, 常常给他寄书,还为他的职业发展出谋划策。 总之啊,这些作者虽然有才, 但也是真不靠谱,让破金斯操碎了心。 菲茨·杰德一辈子都在酗酒欠债中挣扎, 破金斯常常牵挂他的生活。 沃尔夫呢,很在意外界对他的各种评论, 一旦看到负面评价,就会备受打击。 破金斯总是心里惦记着, 生怕自己给予沃尔夫感情上的支持不够多。 还有一位破金斯发掘的作家,海明威, 则是全世界到处跑, 一会儿在西班牙看斗牛, 一会儿在古巴当战地记者。 甚至还有读者开玩笑说, 虽然海明威写了《永别了武器》这部小说, 但他用生命诠释了 哪里有炮火,哪里就有海明威。 所以啊,光靠写信, 破金斯基本上是很难联系上海明威的。 总之,只要这些作家需要, 破金斯一定会站出来, 尽自己所能提供一切支持。 他说,哪怕有时候我有所犹豫, 也只是因为自己担心, 帮不好这些忙。 但是,话说回来, 在那个年代,按照大部分人的理解, 编辑的工作职责就是编较稿件, 检查拼写和标点符号, 目标就是做出畅销的书。 如果遇到困难大的稿子, 就不出版了。 如果稿子不成熟, 他们肯定不会花精力修改, 更不可能管这些作家的生活了。 比如19世纪英国最著名的作家迪根斯, 有一段时间写作不顺利, 财务状况也出现危机。 他的编辑不仅没帮他, 反而还要扣他的钱。 所以, 普金斯所做的一切, 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编辑的工作。 他在这些年轻作家的人生里, 扮演了心理咨询师, 职业规划师, 财务管家, 甚至是兄弟父亲这样的角色。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 他改变了编辑这个职业的作用。 他不再是对书负责, 而是永远对人负责。 哪怕过了一个世纪, 放到今天, 很多年轻人想要成为编辑, 破金斯依然是他们职业道路上的灯塔。 好, 说到这儿, 估计你能明白, 为什么说, 假如没有破金斯, 很可能也就没有后来的这几位文学巨像。 但话说回来, 既然这些作者都这么不靠谱, 破金斯为什么要做这么多呢? 总得有些什么理由吧? 读完这本书, 我发现, 还真有。 那就是破金斯发现了这些年轻人的价值, 他觉得这些年轻人的文字来源于真实的生活, 不拘泥于大多数作家爱用的老套形式, 有些地方很天真, 有些地方又令人激动, 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和新思想。 那个年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 一支支凯旋的部队在纽约曼哈顿第五大道游行。 破金斯发自内心地认为, 这些年轻人代表了真正的新一代美国青年。 不过, 他知道, 要想帮助这些年轻人表达自我, 实现价值, 还有两个难关, 需要也必须迈过去。 第一个难关, 就是这些作品必须能出版, 这是往后走下去的基本盘, 不过, 这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因为这些作品要么没人能看得懂, 要么根本不符合过去的出版标准。 破金斯所在的斯克里伯纳出版社, 是一家老牌的文学出版社, 也是一个家族企业, 这家出版社几乎没有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动荡, 保持着传统的做派, 在当时, 可以称得上是美国出版界最优雅, 最讲究传统的出版社了。 甚至, 当破金斯第一次走进这家出版社的时候, 还感觉到了19世纪狄更斯时代的气息。 因为出版社的几位支柱作家, 都是秉承英语传统的成名作家, 文学品位相对保守, 像长篇小说《纯真年代》的作者伊迪斯沃顿等。 出版社第一次收到菲茨雅德书稿的时候, 几乎没人能欣赏得来, 三个月里, 这部书稿从这个编辑转到那个编辑, 大家觉得根本读不下去, 直到最后落到破金斯手里。 显然, 整个出版社只有破金斯一个人习画, 所以只能退稿。 不过, 破金斯不死心, 他热情地给菲茨雅德写了封信, 还自作主张地代表整个编辑部, 使用了我们这个词, 对作品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 他说, 总而言之, 我们觉得这个故事也许应该在更早阶段的时候就安排一个高潮, 希望我们还能见到它, 届时我们将马上重读。 破金斯的信是菲茨雅德备受鼓舞, 要知道, 那时候他还只是一个业余小说家, 菲茨雅德花了六个星期修改这部书稿, 然后又寄给了这家出版社。 这一次, 出版社还是很快否定了破金斯的看法, 拒绝了这部书稿。 但是这个时候, 破金斯已经下决心要让这本书出版, 于是他把书稿推荐给了两家自己所在的出版社的竞争对手。 结果这两家出版社也没做任何评价, 就把书稿退了回来。 破金斯没有放弃, 他依然满怀希望, 认为有朝一日能让这本书稿出版, 于是他又给菲茨雅德写信, 希望能够继续修改, 好再把书稿送交给出版社的编委会讨论。 破金斯对菲茨雅德寄来的修改版非常满意, 他决定再次为这本书争取机会, 这是他第三次为这本书发起进攻了。 他事先周到地在同事中传阅这部新书稿, 希望大家能充分发表意见, 这样他也能在编辑部的会议上聚力力争。 会议上, 老板滔滔不绝地说着, 表示我们不能出版没有文学价值的小说, 还有编辑断言这本书轻浮。 而破金斯一声没吭, 直到大家的讨论停滞, 最后他站了起来, 开始在房间里躲步。 他说, 我觉得出版人的首要责任是要出版有才华的作者, 如果这么有才华的人我们都不出版, 那问题就严重了, 雄心勃勃的菲茨雅德一定能找到另一家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 到时候年轻作家都会追随他, 那样我们倒不如关门好了。 破金斯正视着老板, 如果我们拒绝菲茨雅德这样的作者, 我将对出版失去任何兴趣。 最后, 他还发起了一次投票表决, 结果是一半支持, 一半反对, 但是很明显, 支持的那边都是社里的年轻编辑, 由于破金斯一再坚持, 还有一帮年轻编辑的追随, 老板最终松了口。 菲茨雅德第一部小说, 这才得以出版, 同样的场景也发生在海明威小说的出版过程中。 在编辑部的会议上, 破金斯坚定地阐述自己的看法, 以至于让老板想起了他第一次为菲茨雅德辩护的场景。 破金斯所在的出版社不光文学品位保守, 在道德上也同样保守, 他的书目不敢跨越所谓正派体面的雷池半部。 而海明威的小说, 不管是文学风格还是用词, 跟正派体面这四个字真搭不上半毛钱关系, 当然也出版不了了。 说到海明威, 他给我们的印象就像老人于海里满脸胡须的主角, 是一副硬汉形象, 硬汉的风格也会带来问题。 海明威的小说里脏话连篇, 这可是个大麻烦。 他的小说送到出版社的时候, 老板坚决不同于出版, 老板认为, 他无法想象自己会出版这些粗俗下流的东西, 这简直就像是邀请朋友把他的客厅当厕所用, 必须阻止肮脏的书玷污他的出版社品牌。 这让破金斯陷入了深深的为难中。 一方面, 他知道, 这些脏话可能会导致整本书被禁, 甚至还会引来官司。 但另一方面, 他实在无法错过这么好的作品。 破金斯认为海明威简短有力地写作风格, 不同于以往所有的作品, 按他的原话来说, 是好的惊人。 于是, 破金斯一边苦口婆心地写信劝述海明威, 一边自己上手修改。 那段时间, 为了提醒自己处理这些不入眼的字词, 破金斯还把这些脏话列了个清单, 写在自己的台历上。 据说这事后来还被老板给发现了。 所以你看, 破金斯为了能让作品出版, 可以说赌上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到这儿, 在破金斯的一再坚持和努力下, 出版这个难关算是勉强迈过去了。 但是出版后, 作品能不能被读者所接受也是个问题, 这就是年轻作家们需要跨越的第二个难关。 我们继续拿海明威来说, 海明威的第一部小说出版之后, 销量就一路走高。 销量好, 肯定是好事, 但是一种新的风格进入市场, 也可能带来麻烦。 当时, 出版社每周都会收到对这部小说表达愤怒的意见性, 数量多到几乎要把社里的信箱都塞满了。 这本书在波士顿还被禁了, 到处都有气冲冲的读者, 要求出版社要求出版社对这本书的低级趣味道歉, 解决了解决了这个问题呢? 我也不卖关子了, 三个字, 笨办法。 普京斯一封封地写信, 回复那成千上万的批评。 在信里, 他要维护出版社的声誉, 同时更要全力解释海明威作品的文学价值, 他要让世界看到这些作品真正的价值。 为什么他能如此笃定呢? 不得不说, 普京斯在那个年代看到了未来, 这也正是源于他独特的文学品位和对文学价值敏锐的判断力。 十九世纪的西方随着出版业的发展出现了大量的作家, 这些作家是为市场写作的, 他们写能发表的, 读者想看的, 有人掏钱的作品。 据说, 当时英国的格拉布街聚集了一大批职业作家, 他们采用模式化写作的方法, 不关注创造性, 只关注劳动生产率。 比如科幻小说《银河帝国》三部曲的作者阿辛莫夫, 被人称作写作牲口, 他每分钟打九十个字, 一天写作十二个小时, 从来不休假。 他一共写了四百多本书, 所有出版字数加在一起, 大概有两千万字。 有人问他, 如果你只剩下六个月的生命, 会干什么? 他说, 打字得再快一点。 但是, 进入二十世纪后, 西方社会对个体价值的理解在变化, 年轻作家们开始追求美好的事物和自由的生活, 他们是一批拥有鲜明符号的理想青年。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年轻的作家也不再认同过去那种模式化的创作理念, 他们不想写银河市场的作品, 他们渴望摆脱旧时代的束缚, 通过作品来表达内在的自我。 创作不再是一门生意, 而是一种表达自我的最高方式。 新的作者出现了, 当然也就需要新的编辑。 在破金斯三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 他一直致力于寻找和培养能为时代发生的年轻人。 比如我们都知道, 菲茨雅德是二十世纪爵士时代的发言人, 他和海明威都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 他们的作品定义了那个时代。 但这都是后话, 直到菲茨雅德逝世, 他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 一直都处于不被大众认可的状态。 当时, 破金斯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他觉得这本书就像是一颗做工精美的钻石, 那些钻石上灿烂的切面, 美国人可能之前从来都没见过。 同样, 也只有他相信, 当评论者和这些闲人的喧嚣鼓噪散去, 了不起的盖茨比将被证明是一部非凡作品。 破金斯说过, 出版当然不能只看出版人的个人趣味, 他要对他的职业负责, 这个责任要求他出版文学界公认文学价值高的, 同时也对这个时代的文明 持有批判精神的作品。 可以说, 破金斯对待文学的态度就像对待生死。 你看, 多亏了破金斯, 他看到了这些年轻人身上意义生亏的价值, 听到了他们为实在发出的声音。 为了这些年轻作家们, 他单腔匹马地挑战几代人固定下来的文学品位, 和他们联手掀起了二十世纪初美国文学的一场革命。 好, 这本六百页的大铺头天才的编辑, 我们先讲到这儿, 再强调一下, 这本书的内容远比今天的解读丰富。 假如你有时间, 我还是建议你去挑战一下原书。 相信我, 这个时间值得花。 最后, 还想跟你聊聊, 估计很多人都很好奇的一个问题, 破金斯这么厉害, 为什么自己不写书呢? 按道理, 他的写作水平肯定远高于大多数作家。 这本书的作者伯格也很好奇,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 他还真就在一封信里找到了答案。 破金斯的回答呢, 并不复杂, 他说, 因为我是编辑。 在我看来, 破金斯更想表示, 创作是作家的工作, 就像他经常说, 书属于作者。 但是啊, 职业之间并不存在高低之分, 对一部作品来说, 编辑和作者同样重要。 如果说, 是那些天才的作家创作了那些伟大的作品, 那么我们也可以说, 是这位天才的编辑成就了这些伟大的作家。 沃尔夫的日记里, 有一张私下的纸, 从未寄给过破金斯, 上面写着, 我这辈子, 在遇到你之前, 一个朋友都没有。 好, 以上就是这本书的精华内容,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又听完了一本书。